这个星期因为大家关注点 都是在23条立法上 看到香港去到这样的地步 和那种指鹿为马的程度 去到这么极端 我相信热爱香港的人 都不会心情好 因为... 我都说了 法案预计了它是死的了 也知道它整个立法程序是粗暴的了 也知道它的咨询是假的了 它也知道别人知道它是假的了 包括外国的驻港领事和商会 包括外国传媒 但是它都照做 可想而知 它这个决心 将香港吞并的决心 就是一往无前的了 不会回头 立法之后 也会先起诉一些打击的对象 所谓的打击对抗的对象 你看到现在正在用 有没有娱乐场所牌照 最近香港生活文学馆 在申浦江厂下搞过活动 都警告 没有娱乐场所牌照 你不要开幕 拉你了 这种打击远对抗的手法 将来全归入23条 23条的目的 你说是否打击外国势力 这个颜色革命 那是假的 那个等于劳沟桥事变 这个日军 演习时失踪士兵 在阮平院一模一样 是一个劳沟桥事变的藉口 但是这次香港事变的藉口是什么呢? 就是志在打击里面的怨对抗 所以一定是逻辑罪状的 香港人 如果你是在一个 习惯了一个自由的环境生活 往后 那条红线是会比国安法更加严苛 千万不要相信立法言执法松等等 你不犯法就没事 不是打击大家的言论自由 如果不是打击大家的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的话 何来要23条立法呢? 香港现在有颜色革命吗? 外国势力还在香港发挥 他们的所谓地下恐怖组织 或者是这样的外围配合 天天有示威 社民连不搞 我想他迟些都要请社民连去搞示威 真的没有人示威了 已经敢 连表达23条的反对意见都不敢 你看民主党 你看解散了公民党的成员 为什么? 当日他们是靠23条来走向公民社会 公民党都解散了 他现在个人都不敢表达意见 不是因为他们没用 如果给我的话 我都叫他们不要表达意见 因为这是假咨询 第一 第二 他随时老屈你 表达意见 你看看那种反对意见的态度 由邓炳强到这个林定国 最糟糕的就是这个林定国 你看到身为一个律政司司长 竟然是口出狂言 说那些反对的都是说自由人权 是可以不听 你想想想向国际社会表达一个什么信息 这种战狼的状态 同一天 今天廖山明老师就过了身 大家都很怀念 我昨天都说到IQ博士 这个人物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包括 智仰的IQ博士 则卷千平 也有太郎两兄弟 也有草菇 也有美国超人 也有宇宙大王 廖山明我最喜欢宇宙大王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宇宙大王是用屎忽想东西 还有什么呢 是想征服全宇宙 这个简直就是一个神一般的预言 廖山明 很多人喜欢他龙珠 龙珠初期好看的 后来就一般了 我也没有怎样去追这个龙珠 但是IQ博士就是 长留在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永恒的经典 因为他创的人物 不单只是很出色 造型设计很有趣 也很有心思 大家想想 今天竟然出现了一个真实的宇宙大王 是低能的 用屎忽想东西的 还有想着征服全宇宙的 你说多厉害呢 所以廖山明老师走了 大家都很伤感了 但是他早期的作品 在我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 是比起之后的作品更加深刻的 IQ博士80年代尾 90年代初播出的卡通片 对我们来说到现在都没有忘怀的 一说起那些人物 立即大家就 好像遇到老朋友那样 所以两件事加起来都是 心情一般的 但是 节目仍要继续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备节目呢 就是因为在三不管 在上个星期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我介绍了一本书 这一本书就是 Peter Wesner 所写的 Blood Money 叫做《血钱》 为什么美国的权贵 对于中国 在美国所做的事事若无睹呢 讲完之后 我就说这本书 当天我们是讲芬太利的 第一个节目就是讲芬太利 但是其实它还有几个节目 就是全部都是讲什么呢 就是这个叫做 Unrestricted Warfare 超限战 究竟 中共 在美国 被怀疑 是组织和实施超限战的 有哪个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输出毒品 分泰 那 无论里面讲到的TikTok 或者跟着讲到的 这些的幽灵枪械 包括支持Black Lives Matter LGBTQ 以及帮中共做大外宣的 美国大亨等等 全部都是利用西方社会 的一个开放的体制 然后就是用渗透的方式 这个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呢 不是列宁 是在国民党时代的白区工作 很多人说中共打败这个国民党 是因为国民党腐败贪污等等 全部都不是 中共是用一种的暗黑战法 去打败这个国民党的 就是由周恩来领导的白区工作 在当时的民国时代 红区就是苏维埃 就是中共已经控制了 实行土改 由解放军控制了的地区 就是红区 白区是什么呢 就是国民党 仍然执掌政权的地方 当时的红区很少 海陆峰、澎拜在搞土改 还有第五次遗兆之前的江西苏维埃 这些所谓的红色政权 但是当时的红色政权 在民国时代是占少数 大部分的地区是白区 除了日本占领的东北之外 满洲国之外 白区就是国民党的 无论是军阀或国民党军警控制的地方 那它怎样去颠覆国民党的政权呢 不是靠军事行动 因为在白区里面 实际上的武装力量是掌握 效忠蔣介石 或者表面上是服从蔣介石的军阀 手上的 于是白区的工作开始就发展了 中共的一种叫做超限战的模式 这个不是针对美国 而是第一个打败的敌人是中国共产党 打败中国国民党 打败蔣介石 就是超限战的模式 包括什么 民族主义宣传 今时今日讲到的东北抗日运动 就是中共一路制造一个谎言 是指责这个蔣介石 文章学良不抵抗 用假新闻 去令到当时 在这个西式学堂受教育的中国新一代 在民国时代受教育的 20年代那帮人 是1911年后才出生的 没有读过古书 是受新式教育 于是这帮人最容易滲透 因为他没有一些传统的观念 什么观念都没有 于是他们所宣扬的民族主义 渗透了当时上海交通大学 江泽民就是这样去参加这个学生运动 而被吸纳成为共产党 越是尖子的学生 好像香港的曾育成、曾德成 还有曾丽宇、三兄弟姐妹一样 越是尖子的学生 越被中共渗透 你看梁慕行的中共地下党 他最近出的回忆录 写得很详细 如何利用学友写 去扮演这些戏剧、文学和舞蹈社 目的针对的是香港重点的官校学生 和名校学生 这个你以为他故意在香港研发出来 不是 在颠覆国民党政权的年代 他已经发展了这套方式 第二,除了民族主义宣传 传媒 当时的作家所谓的左联 鲁迅、田汉、夏显、丁玲等等 冰心 左联的所谓进步主义 在民国时代 你以为只是今天 这个美国民主党 包括加拿大杜鲁多自由党 标榜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的祖师爷其实是列宁 和毛泽东 当时就是叫做进步 就是左联的进步作家 进步作家是什么? 敢于揭发 国民党的贪污腐败 敢于站在站稳无产阶级 工农兵的立场 去进行艺术创作 这个根源在哪里? 就是毛泽东在30年代尾 在延安 整风运动里面 所发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 今天 习近平还在推动纪念 延安文艺座谈会 就是叫做什么? 艺术为政治服务 所有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他现在在美国实施的东西 是他特意针对美国发展出来的 是共产党本身 用这套手法 去驱除阻碍他们永远执政 由夺取政权到永远执政的过程里面 都是用这套手法 是没有改变过 但是美国就看了那本叫做 Unrestricted Warfare 这本书《超限战》 90年代美出版 由解放军空军的战略研究员去写的书 就看到以为这个孙子兵法和超限战 就是中共的战法 我现在补充这个chapter很重要 这个chapter在这本书里面是没有讲的 大部分美国现在的军事学院里面教授的超限战 都没有研究民国史 有的他们应该补回这个chapter 就是民国时代 中共在白区的工作 如何成功最后颠覆国民党的政权 如何运用日本侵华这件事 去成功发动西安事变 将蒋介石围剿瓦解 然后开门一度将日本引进来 然后令到蒋介石和日本对决 然后自己趁机会 在这个全国家打烂的时候 就发展红色根据地 最终在日本投降之后 立即颠覆国民党政权 如何将美国拉过来 利用大外宣 包括Edgar Snow 这些西行万记作品 由宋庆龄背后策画的 你就知道共产党夺取政权的 和今天在美国施行的 一套超限战手法 逾出一次 包括在香港 他没有说特别针对谁 而是这一套手法 根本就是共产党 一套的权术 和战略的一个框架 由白区工作发展出来的 权术框架 第一,民族主义 从来中共都是用民族主义 去令到海外的中国人 所谓的华侨 是甘心情愿成为中共 执行他们的战略任务的一套棋 包括保钓运动里面 所发展出来的北美洲的科学家 回去协助中国大陆实现科技跃进 这是涉取美国技术的第一波 是用民族主义 由当时的华裔科学家 攜带他们的研究成果 回去中国大陆 包括完成中国大陆的原子弹 的研发 没有美国华裔科学家协助 根本什么都不是 靠苏联专家 苏联也不会将核心技术 转移给中共 所以涉取技术这一部分 一直以来都在做 不过以前就用民族主义的动员 协助祖国繁荣 协助祖国伟大 何止华裔科学家 还有东南亚的那些华人 越南、马来西亚、印尼 而触发东南亚排华 很多华人死于东南亚的排华运动 是为了什么 建设伟大祖国 所以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中共的第一个 第一个牌 就是叫做伟大民族复兴牌 对了 由扮抗日 扮东北领导 东北抗日 老屈蔣介石 不抵抗日军的侵略 一直说他勾结外国势力 一直指控蔣介石勾结日本 和今天指控香港人勾结美国 今天中共所做的 和在国际社会和香港所做的 从来勾结外国势力颜色革命 就是奴沟桥事变 是一个藉口 于是就有所谓的 蔣介石不抵抗政策 蔣介石让爱必须安爱 就是一定要先绽共 因为他认为共产党才是最大的威胁 因为背后有苏联 蔣介石写了一本书 《苏娥在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孙中山晚年引入了这种病毒 孙中山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者 他为了革命 这个人什么都可以出卖 于是他就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中国 于是引入了苏联的包罗亭 加伦将军等等 来协助成立皇部军校 和指挥北伐 整个北伐的历史里面 一样有红军的参与 当时的苏联买两边 为什么呢 他既支持孙中山 同时也扶植共产党 利用国民党的左派 容纳共产党 于是联俄容共政策出现 就是这个叫做借学上市 共产党第二招是什么呢 他从来都不会在自己的势力 未能够正面对决的时候 就撕破面 所以你看到 共产党成立之后 在苏联指挥下 就借国民党来发展了 这个叫做韬光养晦扮矮仔 于是皇部军校校长就是蒋介石 政治部主任就是周恩来 大量的共产党员加入成为国民党的成员 就是东虫草 东虫草是什么呢 就是一条虫被真丝菌入侵 然后最终 这种菌 是弄死了一条虫之后 破肚而出 这个就是我一直所说的 大家看过这个专本卡达的一套电影 叫做The Thing 怪形 异形的前身 一套B级科幻片 我初中看完之后很害怕 因为那只怪形进去之后 你都不知道 你旁边左右哪些人被入侵 直到最终 那个怪形破肚而出这一下 这一下就是 后来异形这套电影抄袭了 好了 这个就是叫做什么呢 他叫做 一套的 总结成为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这个也是假的 这个不是什么毛泽东的游击战略 也不是什么矛盾论 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等等 你总结而言 他可以叫做什么呢 他有三种称呼 一叫做矛盾论 矛盾转化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一种叫做统一战线 United Front 统一战线是什么呢 就是说即使 我跟你是完全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 但是 你只要是我敌人的敌人 你就是我朋友了 比如很简单 当我现在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的时候 美国就是我朋友了 虽然 虽然 刚刚在越南打完没久了 好了 同样 如果今天我的头号敌人是美国的时候 俄罗斯就是我朋友了 无论我知道普京是一个怎么扑街的人也好 于是这种叫做无底线 发展出一套统一战线 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些口号所迷惑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种彻底的实用主义 实用到一个地步是毫无底线可言的 即使如果那个是希特拉 但是只要我的头号敌人是英国 我就一样会拉拥希特拉 我理得希特拉本身是多么邪恶 多么反人类 反人道 都好 就是叫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个是在白区发展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有蒋介石的特务 有军警 有蒋介石的中央军团 有蓝衣社等等这群人去盯着共产党的颠覆组织 他有国安法有没有也好 蒋介石都不靠这些东西 靠肉体消灭的都是 当时民国时代 于是他为达目的一定不择手段 因为他不是靠一个选举上台的政权 他是靠什么 是一个颠覆的革命政权 这个颠覆的革命政权的性格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过 你以为他已经执掌政权这么多年 一定找错江山 一定会正常化 是吧 等于很简单 黑社会 黑社会起家可能是走粉贩毒 做鸡斗等等 吸老翻 到处砍油 争夺地盘等等 好了到现在新光颈领了 出入夜总会 拿着保时捷 然后左手女明星右手网红 他会不会纹身 拿着刀周街走呢 他不会 他穿西装 但是这些黑社会里面的暴力性质是不会改变的 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暴力解决 他不会用其他方式去解决的 虽然他的外观变了 这个你这样理解就可以了 就是说他以颠覆为主的一个地下组织 所以我说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帮会 就是这个原因 无论他外表叫做两会 叫做政协 叫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 有一套叫做宪法的东西也好 你千万不要让他这一套表面的东西迷惑 这一套叫做马赛克 我们叫做打格仔 打格仔是什么呢 就是日本的色情电影 拿来通过电检 于是他就把遮住最重要的东西 最重要的部位 但是打了格仔之后 令到大家去想 是意淫 纯粹是意淫 因为他见不到性器官 不像美国的色情电影 于是大家就意淫 打真军等等 就令到大家相信 那是一场色情表演 中国大陆这一套 憲法好、两会好、政协好、政治协商会议、人民代表制度等等民主集中制 全部都是列宁 发展出来一套愚弄国民的方式 这套愚弄国民的方式 就由苏联移用过来中国大陆 讲到最后他的本质 实际上是一个暴力革命团体 所以到了最后 邓小平也是压制出坦克的 你留意一下 如果他是一个已经 蜕变了的政权 由一个革命政权 蜕变成为一个执政党 第一 蜕变成为执政党之后 他不会永续执政 他会交出政党轮替的 他不会 然后他就发展出一套理论 去证明他的一党专政 好了 现在一人专政 于是他又要发展出一套新的理论 由一党专政集体领导 过渡到他一人专政 于是总理记者会也取消了 很合理的 完全你不要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我们觉得奇怪的原因 就是因为西方在用一套文明的标准 去衡量一个暴力团体 好了 我就说民族主义第一 第二 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其实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这种就是所谓弹性灵活性 于是你看到尼克逊访华之后 就是建立了中美合作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苏修 苏联修政主义就是主要的敌人 然后跟着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 四个现代化里面 攻打越南1979年 为美国攻打越南 其实立下投名状之后 建立了所谓中美利益共同体 到2025 《Make in China》这个报告书一出之前 习近平相信伟大民族复兴已经完成 今后的头号敌人是美国 那份报告书就是向美国宣战 实际上是 为什么 因为那份报告书出台之前的20年 中共已经在用 刚才我所说的对付国民党的方法 对付美国 最近 加拿大有个丑闻爆出来 就是Winnipeg的P4实验室 即是两个 华裔科学家 邱香果和成克定夫妇 竟取伊波拉病毒疫苗和活体疫苗 送回到中国大陆 原来P4实验室 Winnipeg的实验室 是长期被中共滲透 包括康熙乐这家公司 生物科技公司在大陆的 所创办的人 都是来自P4实验室 即是P4实验室滲透了多久? 超过20年 你想想 你以为只是今时今日 2019年 或者是Donald Trump上场 中美贸易战开始 才滲透美国? 他用白区工作的方法 即是他当了美国是白区 于是他就用那套方法 包括在90年代 派出大量的留学生 做研究生 当时是做碩士和博士研究生 然后你看看邱香果夫妇的背景 然后六四之后再送一批过去 因为中门大开 你只要用六四被共产党迫害的身份 随时就可以居留 留在那里居留 但是实际上他们是帮中共做事的 每一次 当美国去针对这些 涉取美国的科技的时候 他就会用所谓歧视华人 反华歧视华裔科学家 这张纺纸 来去阻止美国的调查 这个就等于当日 对付蒋介石的方法 每一次蒋介石清除共产党的地下网络 他就会发动 这是针对因为共产党抗日 蒋介石不抗日 所以共产党就被针对 他而不是掩饰自己 他是颠覆国民党政权的组织 他认为自己就是抗日领导 于是很多的 傻居居的大学生 当时就奔赴延安 是啊 进步主义 这种代表进步价值观 其实就是当时中共 用狡猾人心的一个方法 他所有的东西 其实全部用过 不过当日不是用在对付美国 是用在对付蒋介石政权 还有在延安 苏区经济 所谓的苏区经济 其实是种鸭贫 反毒 何来有新经济 在延安一个这么贫赤的地方 当时还被 闫石山的部队 西北军 闫石山的部队包围着 不出不入 他怎么发展苏区经济 说到现在 靠大家开狠 南泥湾 唱南泥湾这些歌 结果实现了苏区经济奇迹 其实是种鸭片 反毒 就是说在共产党 为了一个最主要的目标 叫做颠覆国民党 他什么都做得出的 这就是令到他 在和国民党的竞争里面 能够优胜 假新闻也可以 假历史也可以 讲大话也可以 最善于什么 固惑人心 因为他没有底线 于是他什么都说得出 于是导致到当时 中国所谓上海的进步的 左联作家 鲁迅 代表人物 鲁迅就是进步 于是 同产党通过鲁迅 再去吸纳很多 当时中国民国时代的文青 就是奔赴延安支持共产党 你当时在上海读书 你不做 你就被视为落后 等于 现在一样 如果你在美国 你不是站在BLM LGBTQ等等 你就落后了 等于你在纽约 你不支持AOC 这个民主党的极左路线的话 一个在美国的社会主义者 支持socialism AOC 你就是落后了 这些叫进步主义 加州也是一样 共产党就很善于利用这种所谓 分而自知 意识形态运动 认知作战 这些东西 所以超限战这本书 只不过是将它总结 解放军的人将它总结 但是实际上这套方法 并不是伸藏 如果你刚才这一部分知道的话 你读回中共党史 在白区的斗争经验 你就会知道我刚才所说的 国民党失去政权 不是因为军事失利 是输于超限战 包括 连中国银行 搞到金融大乱 通货膨胀的 都是共产党的臥底 在中银里面 Bank of China 里面 的负责人 是中共的臥底 华北找共司令附作 而她的女儿 是被中共滲透 大量 在这个蒋介石身边 做war planner 的那些人 作战指挥部 那些人 实际上是中共的间谍 你看她的样子不像 为什么放在蒋介石身边 近身都是中共间谍 一结开张牌 是长期滲透 利用民族主义 不是动之以利 那么简单 不是动之以色 更多是利用民族主义 来拉一派打一派 挑动内部矛盾的方式 去拆反那个人 这个就是她常用的手法 所以我就说 来到这个超限战第二部分 一定要重温 中共如何打败国民党 以一个这么小的武装力量 来说相当之小 相比起国民党 即使是日本投降之后 国民党的军力 和共产党对比仍然是佔多数 虽然共产党背后有关东军没收的武器 和红军的支持 但是与国民党相比 仍然是没有优势 她赢什么 赢认知作战 赢认知作战 好了 如果认知作战那么重要的话 认知作战就是什么 不只是深战那么简单 包括宣传 意识形态等等 你就知道她对美国 她打败美国 你以为只是 涉取科技 只是在军事科技里面打败美国 航天等等 疫苗等等 当然不是 她先要弱化美国的民主体制 于是她和普京的俗心 为什么会有东升西降的结论 是因为他们已经在 十年前 不止十年 是一路长期滲透美国社会 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后 长期滲透美国社会 然后 用一种所谓的 挑动美国社会内部矛盾的方式 她之所以难处理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我一开始说 西方 怎么说都好 她都是一个自由的社会 而一个自由社会里面 如果你为了防范滲透 好像香港那样 把铁桶围起上来 自己内部的反弹 是不能够这样做的 无论英国好 法国好 德国好 美国好 甚至台湾也好 明知 这么多大陆人 用各种各样的身份进入台湾 策动认知作战也好 台湾政府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当它 它采取一个很严厉的国安法 去对付这些颠覆民旨的时候 它就会受到国内的民主体制的反弹 因为公民社会会反对 国会会反对 很多反对派的政治领袖会反对 他们知不知道有渗透危机 他们知道 但是他们仍然觉得 不可以因为有渗透危机 而转变美国民主社会 开放社会的性质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讲到TikTok的问题里面 会产生的一件事 你究竟分不了那些人 他支持TikTok继续营运 究竟那些人是收受了中共背后的游说的利益 还是本身他是一个民主体制的支持者 他真心交的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真心相信不应该禁止TikTok 因为这个social media platform 这样禁止的话 禁止TikTok下一个可以禁止第二个 开了这么恶劣的先例 就会影响了美国社会的开放性 和透明度 是有一帮这样的人的 事实上是 即使在黑人的Black Lives Matter里面 有真心相信 有白人真心相信 他们对黑人的历史是错误的 于是这次来说是需要一个负罪运动 有的 你分不了他们是因为中共给了钱 这些极端组织 然后叫他们在街头在芝加哥拆动暴力示威 利用这个黑人被杀事件 被警察 白人警察杀害事件 来增加美国的族裔冲突 背后有没有俄罗斯的资金和中共的资金 在支援这些极端组织 暴力组织呢 提倡要取消警察 向警察复仇等等 发动抢掠 他既有意识形态上认为美国种族主义不公平 一个所谓的平权人权至上的想法 也有这些团体 但是也有中共在背后暗座的暴力团体 你根本分不到 他混在一起 就等于国民党一样 张介石当年来说 为什么被视为一个独裁者暴君 这个中国希特拉 为什么美国人当时 在日本侵华之后 仍然继续拒绝援助这个张介石呢 是因为他的形象差 张介石形象差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中共很懂利用 很简单 他混入游行团体里面 你去镇压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恐怖主义组织都是这样的 无论拉登的基地组织也好 或者是在这个非洲那些的准备 在美国领事馆前面游行的组织 他表面上是当地的人 但是后面有一些民兵在 扮成当地的一些示威者 去枪击美国的军事人员的时候 于是反击他就被杀死了一大批 然后那个民族仇恶更加厉害 就是哈马斯 大家不理解的话 你就知道 以色列最痛苦的是什么呢 他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推分 究竟躲在加沙医院里面那些 是哈马斯恐怖主义的骨幹成员 还是真正的医生 逢他一攻击加沙医院 大家看到在医院炸了个地下的大洞 然后那些在哭哭哭哭 那些的妈妈那些是真的 他的小孩真的被炸死 但是大家经过电视的画面 看到的 经过社交媒体 经过Instagram 等等 你看到的就是 有没有搞错 烧到焦了几岁的小孩 这些没有人性的意识 你正是人渣 你一定会产生这样的印象 但是你只要 我就是说 很多人看完那个新闻就完了 他不会去细心想一下究竟加沙医院下面有没有地道 以色列一直所指控的加沙医院 是哈马斯的地下通道的一个联络中心 究竟是真还是假 到以色列军队带记者进去拍医院地下通道的时候 大家都没有这件事 他只是记得 在轰炸医院里面死的那些小孩 但是如果你不轰炸医院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消灭 躲在医院下面的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之恐怖啊 无论他穿什么衣服也好 他穿件西装也好 打领胎也好 坐在一个光猛的大会堂里面开会 大家好像很文明很理性也好 但是他本质是没有改变的 如果他本质是一个暴力团体的话 他什么时候会展现出来 就是他觉得你威胁到我 第一次1989年我们目睹的 1989年的6月4日 第二次我们目睹的 2019年到现在的香港 2019年到现在的5年的香港 是一个超慢镜的六四事件 除了大量的政治犯被判刑之外 你今天看到他踢倒之后 那么多年之后再起诉 再拉进去判40几个月和50几个月 六四被抓的人都没有判那么多年了 你知不知道 这种这样的镇压方式 我说这是超慢镜的六四 香港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 是1989年6月4日 为什么呢 他的复仇心态不是因为2019 他的复仇心态是因为1989 你看他怎么对周幸彤就知道 是因为1989 你香港人曾经针对过外共产党 差点搞到我们乱当 1989你以为没有香港人会搞到这么厉害吗 邓小平也说了 你拿世界冠军 这番说话是少女藏刀 有朝一日你不要让我威 我威的话你就扑街了 这种就是对香港人的复仇心态 如果不是你是绝对没办法解释到 香港的经济已经这么差 为什么现在还要搞这个滴水不进铁桶阵的23条 来镇压香港人 他搞得他就准备抓你了 大家不要傻 国安法也是一样的当日 只是少数人受影响 记不记得是言犹在意 多少人踢了宝之后不走 不走的原因就是拼一局想着 没事的 没事的 过了几年了 过了三年了 已经不会抓的 有些人走了再回香港 结果到现在还是大追捕 大家有没有想过 你想想最近踢宝之后再起诉的那些 大家找回那些案子出来 你系统的整理你就知道了 他的strategy已经是怎样了 一发立 不是一币生 一发立之后就立即会搞一场大运动 来对付他针对的人 这次23条针对是远对抗 远对抗记住 远对抗是什么 就是那些文学艺术 我不点名 很多我认识的 其实 文学界 艺术界 创作界别的人 包括在网络 在社交媒体里面活跃的大V 香港大V 现在已经是十字路口了 大家千万不要再想 除非你留下的你一种 我不出声了 或者牺牲 为这个23条作为这个先烈去牺牲 如果不是的话 千万不要有固陷之心 因为你的对手是没有底线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最邪恶的方式去假设他 这个叫做蓬佩奥所说的 distrust and verify distrust是第一步 他说什么你都不要相信 verify 直到他verify自己所说的事是真为之 他自己verify 西方社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 为什么会中了这种 其实不是什么超限战 是中共一直以来的一个地下组织 以恐怖主义颠覆国民党政权方式的手法 他将它变成一种的政策 一种系统 一个制度 你想想多恐怖 就是说它是一个制度化的基地组织 基地组织没有了拉登就玩完了 但是列宁他聪明的地方是什么 他将它制度化了 那样东西 于是 拉登没有了 有拉登二世 有拉登三世 没有了毛泽东 有邓小平 没有了邓小平 有江泽民 没有了江泽民 有胡锦涛 没有了胡锦涛 有这个习近平 很多人只是以为 这个是2012年之后 习近平开始 习近平是 对我们有功的 他是第一个大声告诉全世界 我现在颠覆你 我颠覆完了 我现在取代你了 这样而已 实际上你说那些事情 由什么时候开始做 老江年代 老江是最聪明的 满星法大财 为什么 因为老江当日就是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由抗日的学生运动开始 于是他摆出来的就是说英文 梳头 唱个Solomir等等 去迷惑这个西方社会 但是中共派出他们的科技间谍商业间谍 学术交流的名义 而进行间谍活动的 是在老江年代开始 是90年代 现在就蒲面了 那些千人计划 很多所谓的华裔科学家 就是那时候 六四之后出去的 就是这样 于是你看到芬太尼 以一个中国共产党 一个这么强控制的国家 你连随便说句话 他都可以搜索你 然后逮捕你 在这个微博上面 怎么可能芬太尼的制造商 可以在石家庄 这些地方 在解放军的药业 早期解放军的生物科技制药的工业里面 去产生芬太尼的原材料制造商 然后到现在 你说以前我们合法的 没所谓 好了 现在美国政府 由Donald Trump上场已经说了 向芬太尼宣战 这个是超级毒品 为什么到现在还可以这样出口 大批运去墨西哥 现在墨西哥总统 都要向芬太尼宣战了 墨西哥的 反毒的Cartel Signalola都说 我们不生产芬太尼 太毒了 那为什么仍然大批进入 加拿大的B.C.省 由沿着加拿大 这个和美国北部的 世界最长的 无防备 无警卫的边境 一直不断进入美国 于是你看到整个美国西岸 那种的collapse 不仅是州长扭心亲共 那麽简单 而是扭心亲共 而令到他们对芬太尼泛滥 事若无睹 第二个滥滥这本书所说 Bud Money 这本书所说 就是今天的cover picture 大家看到一个很小的 device 这个 device是什么呢 大家看清楚了 有些字在这里 为什么现在连加拿大的枪击事件都这么厉害呢 全部都是和这件东西有关的 这件东西是在深圳出口的 主要是 生产商大部分在深圳 那你装了这件东西有什么那么厉害呢 大家知道我们 大家玩过枪的人都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盟用的手枪 是不可以连法 不可以作为自动武器射击的 只是 砰 砰 砰 因为它有一个退堂 再子弹上堂的一个过程 左轮 还要抬鸡 抬鸡才砰 轮转 砰 一发一发射 但是你要那个武力武器 由单发的武器 变成大杀伤力的自动武器 就是一按 就可以射了三下飞 那总有一飞 你这样一路按住它掃的话 是吧 那武器的杀伤力就强力了很多 而毒贩 又好 或者贩卖分泰尼组织的黑帮 或者那些地狱天使的 电单车黑帮组织 那个实力就强大了 如果执法部队 面对他们的时候 就再怯了 于是产生了一种舆论 就是将它非刑事化了 加拿大就是这样 这个 这个Gadgets 我们叫做 是什么呢 就是叫做Clock Switch Clock Switch 就是Clock 就是奥地利的一个手枪 最常用的手枪的武器 G-L-O-C-K 这个 这个 只要装在 退堂的位置 很简单 有YouTube受货的 我不说了 这个 只要你把它很简单装进去之后 然后你那支Clock的手枪 这个Clock Switch 就可以令到那支Clock的手枪 变成自动武器射击 全自动化 你想想 这个就是 到现在 美国没有办法禁着枪械 很多人就针对那些 右翼的民兵组织 枪会等等 这个当然 和 美国的民主党 将责任去归咎于这些民兵组织有关 是有的 我觉得 这些 一些极有的民兵组织 在美国是有的 但是更加多的是什么 在加州 在三藩市 在西雅图 在芝加哥 在底特律 这些大城市里面 那些来自中国很便宜的 这些Clock Switch 将他们原有的武器全部 把它自动化 这是第一 第二 是游记 游记的拍子 你说就算没有中国也好 我都可以用3D Print去印 3D Print印是可以的 现在 在这些改装的武器里面 可以用3D Print去印 但是 它始终的寿命很快玩完 它没有那么耐用 而在中国大陆生产的Clock Switch 是很耐用的 我上网为了准备今集 我搜集资料的时候 是去到去年才破获第一中深圳 拘捕了两夫妇 就是出口这些改装 改装手枪的零件 是全部来自深圳 这个肯定是美国的压力下 去整色整水做些东西 好了 分泰尼就是毒品 然后这些枪支 幽灵枪械 幽灵枪械是什么呢? 是没有Serial Number 你现在在美国买枪 加拿大也可以的 可以申请拥有枪械 那你就要去一些指定的地点 这些埋枪的地方 是要受到美国的 叫做Alcohol Tobacco Firearms AATF的部门所管制 要有指定安放这些枪械的地方 要保留一个记录 关于户客的记录 等等定期去巡查等等 有每一枝埋出的枪 有Serial Number 但是如果那枝枪的部分 是通过Federal Express 寄来温哥华的 然后我自己组装 跟着说明书去组装 这枪是没有Serial Number 是没有人法追查 现在美国枪械泛滥 最重要的是幽灵枪械 现在拜登最头恨的 拜登不是不想禁枪 他想禁的 但是他现在手要打击 其实不是 那些在枪会 或者登记了的 这个 埋枪的店铺里面 那些人 现在是那些没有记录的幽灵枪械 很简单 如果这是一枝枪 它可以分开记 这个弹架 入子弹的枪是分开的 弹弓 和弹道 然后再加上上堂的装置 是分开四拍至五拍寄过来 然后将它组装 所以很多人说 为什么在香港 最近審的屠龙小队 案件里面 那个人会有这些枪械呢 其实 如果他只要熟悉 在美国 一大批船去墨西哥 由墨西哥再运回到美国 你想想 如果一个这么小的公司 邮寄的话 你怎么找呢 他不是说将好像以前 大家记不记得 霍英东的儿子 就是在美国 贩卖AK47 90年代 霍文方还是霍文迅 我忘记了 是霍英东的儿子 在美国卖军火 卖AK47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 中共没有在美国卖军火 但是现在更加进步到一个地步 是什么呢 你没有办法防止 你还可以根据线报 起获这些万多支的AK47 但是如果 你是邮寄的 就是说它的渗透率 在美国街头枪战里面 枪械泛滥这个问题里面 等于芬太尼一样 实际上中共就推你一把 它不是少女藏刀 它是带把刀给你 带把刀给你那些 街头的黑帮 美国的黑社会 那类的 美国这么多校园屠杀 到现在对于 禁制枪械问题 仍然很有争论 因为美国的宪法本身 是容许有民兵组织 和拥有枪械 这个就是当时的立国先言里面 想到 如果政府将来 是背离于人民的时候 人民有没有权去推翻政府 这个 这么先进的思想 当时 于是拥有枪械 对美国人来说 就是一个所谓的宪法权利 但是 这个所谓的美国社会的体制本身 它送你一程 叫做火上加油 于是幽灵枪械泛滥 再加上枪械泛滥 令到当地的黑帮分子 不单只金钱上得到 这个充足的财政资源 还有得到火力支援 就算是AR15的 都可以改装的 你买了那些没有自动化的武器 都可以将它全部自动化的 全部改装成为自动化的 于是这个其实枪械的改装和分泰尼的渗透是一模一样的 是将武器致命化 提高武器的杀伤力 毒品就提升毒品的杀伤力 武器就是武器的杀伤力 如果你是这样可以按住 执法人员部队的武力就会升级 而执法人员对于街头里面这些 很简单 如果你在美国做警察 你喝停茶车 第一件事叫他双手离开 如果他一伸手在钦帕那里 你开枪打他 为什么 很多人就说 因为他歧视黑人 但是你反过来 如果站在执法者的角度去看 正正是因为这些幽灵枪械 泛滥到一个地步 防不升防 你试试 所以美国的警察 为什么会经常展现出这种暴力行为 好了 结果你现在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罪案泛滥了 因为警察受到大量的公民社会的攻击 甚至 现在做警察被人歧视 等于加拿大当兵一样 好了 这些law and order的执法者本身 什么都不敢做 于是他就很简单 毒品非刑事化在BC省 就是因为他不再需要 为了去查到毒品 这些人就和他们有冲突 他有2.5g 坦白说他5g你都不会理 等于加拿大现在 偷车为什么这么泛滥 偷车很严重 连加拿大司法部长的车都被人偷了3次 因为根本加拿大就撤销了在口岸里的警察 于是在口岸里 究竟就算你找到的塞车 塞车里面有卫星location的装置 放在口岸里 找到你的车上了货柜也好 你报警 警察就说这是口岸管理局的问题 口岸管理局就说这是警察的问题 推来推去那辆车运去肯瓦了 你的Ford 150 pick up truck 已经运去肯瓦了 没人能够办 于是自安一直恶化 自安一直恶化 社会不安宁 他觉得你外国势力想颠覆我 什么白纸革命 什么1989年的六四 这场春夏之交的风波 背后又CNN又CIA 如果中共他在想你会颠覆我 他为什么不会颠覆你呢 这个就很奇怪 是不是 如果美国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奇怪 如果一个政权日日说你美国颠覆我 他会怎么做 他会颠覆你 表面上他说我什么都没有 我又没有捐助Donald Trump 又没有捐助拜登 又没有捐助拜登 又没有给亨特拜登 但是实际上我就说你看到 无论由分泰尼好 到这些幽灵枪械的零件都好 是在在显示中 中共在一个独裁政府 能够这么容易控制出口的情况下 他视而不见 有吗 有吗 我们在做事 每一次出来都这么说 你美国检讨一下自己 你没有这么多帮会问题 没有这么多黑帮在街头的话 怎么会有枪械泛滥呢 那个改装零件 没有枪在哪里怎么可以改装得到呢 那好些美国人的左胶 就会想一下 是吧 是不是 我们自己枪械泛滥的问题 我们先管好自己 他分泰来都是这么说的 你们用来做止痛药嘛 那做完止痛药之后 美国人上了引落 于是他们就有需求 那你做什么 把责任放在我那里呢 是你们自己衰格先 把他做成这个普渡药厂 把他做成分泰尼止痛药嘛 到美国人升仙嘛 在那里混淆愚弄 愚弄这个国际社会 混淆视听 所以我就说 这是一个常用的手法 好了 第二个手法 认知作战意识形态作战是什么 在上海里面 当时有除了左翼作家 左联 老顺领导的 还有什么 左联的进步的电影工作者 电影界 中共是最上渗透的是上海 当时的电影界 于是你看到 那些所谓的 左派的电影 开始出现 反映什么 社会底层的问题 阶级矛盾 一些进步的工人阶级 如何领导反抗 这种 他没有说 推翻国民党政权 当然不敢 因为蒋介石会把他们当 但是就远对抗了 在中共指使的作家 揭发社会阴暗层面 漫画家 揭发上海万恶资本主义 到上海的电影工作者 这就是在白区 所谓文化战线里面的工作 实际上 以远对抗方式 去和国民党斗争的 其实是共产党 于是今天他打击 用23条 在香港打击远对抗 亦都如出一次 因为他正正知道 这个才是对政权有威胁 因为影响民心 你赢不到mind and heart 你怎么赢军事 所以很多人以为 中共赢的是军事 这是表面现象 中共赢的实际上是什么 是人生 到今天 很多人仍然相信 万恶的国民党 中国大陆在30年代的南京时代 是一个很邪恶 很贪污 很腐败的政权人民 民不聊生 其实实际上 当时的中国经济 在南京那10年的发展 是相当之快 很简单 你看看香港 如果没有49年南来的上海资本家 香港的工业发展怎么会这么快 如果你说国民党时代是万恶的 为什么香港工业化 是得力于49年这帮走来的上海资本家 如果他们是没有技术 没有管理 没有订单的 香港怎么会起飞得这么快 如果全部都是一帮吸血鬼 但是中共就用文宣的方法 去把这些资本家抹黑了 他们才是中国第一代的entrepreneurs 是唐长千 包玉江 董浩云 这帮人 香港一个弹圆地方 根本是出不到这些人 是上海 这个大城市 当时的国际中心 才出到这帮人 这帮人 就等于今天的香港人 去了英国一样 这帮人就当年由上海来到香港 于是 你想想 如果他们在上海 的生意帝国是现在 当年他们50年代 香港的十倍五十倍的时候 他们的生意是多么大 你就由此推论 在南京时代 这些宁波商人 上海商人 是引入了最先进的纺绍机器 你知道吗 你很简单 你看日达集团 杨敏德的父亲 杨元龙 人家是读纺绍出身 在美国 东岸读书的 是 回到来之后 用科技实业 去建立他们的工业基础 靠国民党贪污 你不是吧 靠国民党贪污 他来到香港就糟了 是不是 都没有了国民党支持 于是你就看到足以反证 中共那套的宣传 如何深入民心 是不是 于是 意识形态很重要 那你想到了 当意识形态很重要的时候 中共渗透的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 芬太尼昌之 这些叫做播毒之外 在这本书里面说了什么呢 荷里活的电影 和 渗透美国的公民组绍 荷里活的电影 我不记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 就是Will Smith的儿子 做的 Jaden Smith 和成龙做的 我不知道叫做什么 The Karate Kid 大家都知道 凶手道 日本的凶手道 原本第一集 最远早 就是说凶手道 但是到了第二集 成龙这一集 竟然变成了什么呢 由成龙 这个小孩子 这个黑人的小孩子 去了北京 在北京打功夫 学功夫 然后最终 克服了自己 美国文化的所有问题 学习了中国文化的精髓 然后在擂台上打人 这个就是 Will Smith的儿子 和成龙做的这部电影 当中的转变是什么呢 你看完之后 你就觉得它是一部大外宣 那为什么会有这部大外宣呢 它是中美合拍片 那哪一个人 是帮这个中共 去渗透这个荷里活的呢 这个 电影照片大家看一下 记不记得 我没有看这部电影 大家有没有看过 如果你有看过 一定记得我所讲的内容 就是成龙在教这个 Jayden Smith的打功夫 在那里 完全跟当日 这个空手道小子 所讲的是 完全两回事 当然因为背后 是有中共的资金在里面 在Cover picture里面 你会见到 三个 三组人 第一个光头佬 是谁呢 就是Dreamworks的老闆 和史提分史匹保的白浪 Carsumber Carsumber 就是中共 滲透荷里活的代理人 Dreamworks 大量 去生产这些动画片 你看《功夫熊猫》 第一集和最新的那集 《功夫熊猫》 你看到的了 那个变化 那个变化 由当初一个自己练功 一个个人主义的熊猫 最终叫做村民一起反抗 一个集体主义的熊猫 那你就看到那个改变 这种就叫做 软滲透了 他不是说那些 日日清震 习近平 超前世界 思考三百年等等 不是 而是 他用这种 叫做 不知不觉的方式 Dreamworks Animation 就是《功夫熊猫》的 原创19 2008年 当时 这个排拉蒙发行 制作的就是这个Dreamworks Animation 你不用多看的 你只是看这几集《功夫熊猫》的变化 你就会看到 整个过程里面 中共的意识不太滲透 还有 其实麦兜也有的 大家记不记得 他没有当山学艺 本来是一只波罗油王子 讲香港文化 香港地道文化 最后搞着搞着 都会变成大陆的文化统战工作 这个麦兜 其实都是一样的 背后 你可以说他因为开放的市场 让你进来 但是同时 他开放的市场让你进来的时候 于是他就可以控制了你 准备了你的剧本 记不记得有一部穿越剧 麦迪文 和成龙 是啊 长城 还是什么东西 我没有看那部电影 又是很噁心的 哪一个美国在票房里面有的 都曾经被他拉拢过来的 然后强行强行 在这些无论是穿越剧好 科幻片里面 安插一些智者 或者中国科学家 Pacific Rim就是 赶战太平洋 还有Transformer就是 还有 大家可能不记得 有一套刚刚上演舞来的 说鲨鱼 第一集第二集 第一集李冰冰 第二集有个不知赛什么 还有一个吴京 吴京做的Mr. Zhang 也不是 对抗鲨鱼 于是你便看到 他一路一路将中国的所谓软实力 通过这帮荷里活的奶共分子 荷里活这帮人 他不是意识形态上支持共产党 他是想着他会开放这个什么 比如Dreamworks 很简单 只要大陆给你一杯羹 儿童动画片的市场 你真是发过猪头 于是史提粉史不保本来是答应了 答应了 是做奥运开幕的美艺术总监 不是张艺谋 本来是Steven Spielberg 然后跟着就是因为达库尔危机 当时这个美国女明星米亚花路 就是以前Woodie Allen的情侣 米亚花路就是全球奔走 要求制裁北京奥运会 因为中共在南苏丹 支持达库尔的军阀 去进行一些种族屠杀 提供武器给达库尔的林苏丹的军阀 为什么我会记得这件事呢 因为当时我是在政府工作的 所以曾经处理过 究竟应该应不让米亚花路来香港去说话呢 我记得当时有个这样的新闻 大家找回来就知道了 于是史迪芬史不保 就在美国的舆论压力下 辞去了北京奥运会开幕 美国的美术总监 艺术总监的这样的职位 所以你以为史迪芬史不保 拍过这么多反对独裁 书特拉的名单等等 其实都是一个为了大陆市场 见钱眼开的人 Dreamworks就是了 还有Marvels 大家看到了 在封面里面 那两兄弟叫做罗素兄弟 就是Marvels 这类的英雄片里面 他专闻一些普遍的东西 你不要以为 荷里活里面他会找那些art house电影 第一那些人不会理他 第二那些人 如果你要去 硬强将他 屈成为中共的剧本的话 实际上 那些人自己都要对着自己同行 荷里活编剧业会 金球奖 去到颁奖礼的时候 被人笑到面黄 于是 他就是Antoni Russell 和Joseph Russell 就叫做罗素兄弟 亦都是美国知名的 导演、监制和编剧家 而他们最出名的 他们自己本身 就是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Captain American 2014年的 美国队长 一系列的 还有Adventure 復仇者联盟 都是 这个票房里面 受欢迎的 以 英雄人物 Marvels的英雄人物 来拍电影 所以我就说 如果 你有 这些 美国 里面 荷里活里面 大的 电影公司 背书的话 你所生产出来的电影 虽然你说 他们在美国的票房 是不行的 就算最近这部 Mac 2 讲巨沙的 都是不行的 因为 胶味太重 还有那些 大陆演员 真的格格不入 你很明显看到 那个电影公司 收到大陆老钱 硬 安插一个重要角色给他们 于是 很多非华裔的观众 看完之后 都觉得很胶 包括在香港 都不能收到 但是同时 他在大陆上 可以 利用扮外国片的方式 就算洗不到外国人脑 就洗大陆老自己市场的脑 大家看到 这个李冰冰 在这个 Mac 这部第一集里面 这个女科学家 走来走去 多么英明神 大家就嗨 以为是鬼佬片 鬼佬片里面 竟然我们有华裔科学家 等于一个农村阿毛 或者在浅水湾那几个农民 看到这个 洋人 洋柳 穿比肩尼泳衣 他摸身摸细拍照 然后他回去 就给家乡的老乡看看 你看 你看 我在香港 就是跟着的洋柳 一直拍照 他对我很好 说到微飞色舞 说这个鬼婆 怎样去讨好他们 他回到家乡的时候 当时就这么说 这个就是中共的手法 由农民到中共都一样 所以这些荷里活里面的 乃共分子 现在开始不行 为什么 第一 大陆人都不看 这些合拍片 不是中港 是中美合拍片 都不看 因为太焦 太脑 那个硬生生插进去的大陆人的演员 无论你不经好 李冰冰 什么冰冰都好 连大陆人都觉得太硬 于是票房不行 就是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看过成龙那一套 跟Will Smith的儿子那一套 这套奶共的极致 还有功夫熊猫等等 这些 麦兜我都不看 我连麦兜的工具都扔了 已经是 你看到麦兜的转变都一样 跟功夫熊猫都一样 这种就是 就是认知作战 用钱的方式 来提出开放自己的大陆市场 然后还拍合拍片 于是你会看到很多港味的电影都没有了 曾国祥曾志伟的儿子 最近在访问里面说 Netflix不要广东话的电影 他只是说出的事件的一部分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广东话的电影电视市场萎缩呢 以前曾经是东方荷里活 为什么这二十多年发生什么事呢 是因为香港的电影人 回去拍一些合拍片 你看徐克、林超然这些 这些合拍片本身 是根本上 在国际社会是没有任何人留意的 于是大家看到的粤语电影 就剩下一些新进的导演 也没有了一些所谓的 荷里活认识的big name 除了杜其峰仍然坚持拍 有香港电影色彩、粤语电影之外 平常地拍 不是突然间拍一套 那些没用的 然后你看看香港电影类型 有多少已经死了 很简单,鬼片、僵尸片、色情片 这些全部都没有了 全部单清一色 现在你看到的是什么 是执法片 执法部门可以是ICAC 拍来拍去都是ICAC 到拍到金手指都还是ICAC 然后警察 警察不可以有坏人 警察的坏人最终一定要复发 在这些这么胶的意识形态控制下 香港电影已经没有了那种吸引力 最近在海外 帮香港推广的电影评论 也是电影研究学者 已经刚刚过身了 写了《香港电影王国》这本书 它的总结是什么 因为香港进阶过火进是癫狂 就是香港电影的风格 是那种的狂放 即是去到尽 感官刺激去到尽 純娱乐不讲道理的 不讲什么大道理的 純娱乐式的电影 香港已经没有了 因为中共是不让你这些剧本过的 很简单 鬼片 如果你在大陆播放的话 你不可能有鬼 原来是醒来南阿阴蒙 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虚爆 无间道也要拍两个剧本 两个结尾 最终刘德华也要复发 于是我就说 整个香港电影萎缩 粤语电影的萎缩 是跟进入中国拍合拍片有关 于是才产生今天 在这些串流平台里 他们不欢迎粤语电影 是因为你拍出来的早期 Netflix是有粤语电影的 但是那些是不得了的 从来没有一套大制作 在Netflix是成功的 好似如韩片 好似如现在的日本电影 日本韩国导演不断扬威这个影展 于是他们就在Netflix里面 筹集到大量的资金 开一些韩国的电视剧 和日本电视剧连续剧 电视剧的制作是比电影 拍十几集 你以为它少 电视剧制作的成本才大 才贵 就一直萎缩 于是香港的形象 香港的声音大家就听不到 还有什么一次听到是什么 十年了 十年那部电影 听到香港的声音 所以这套的认知作战 在美国来说 就是渗透荷里活 还有第三样是什么 公民团体 美国是有一些社会主义政党 也有美国共产党 于是自从 Bad Life Matter 之后 出现的比如芝加哥的抢掠 暴力冲突等等 作者就发现背后 这些提倡暴力的团体在后面 实际上是跟美国的社会主义团体有关的 而这些社会主义团体背后 也是跟中共有关的 包括在这个 今集的Cover Picture里面 那位光头佬 就是我刚才在上一集讲过 一个协助中共进行大外宣 和连结美国的激进组织 的一位有钱佬 叫做Naval Roy Senghan 他的公司是做IT的 他怎么发职呢 他就把他的IT公司 卖给Apex Investments 这家公司在伦敦做Base 但是后面 就是中共的国营投资公司 那你可想而知 就是那些钱转一圈 交给这位的Senghan 新汉 这位新汉就变成有钱佬 然后他就以美国富豪的方式 和他老婆 他老婆就是一个公民社会团体的组织 就去滲透 就一直帮中共去Defend新疆维吾尔文化灭主 等等这些东西 中国是好的 为人权的 就是这样 特别是在这个疫症之后 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思调 叫做Great Reset 重置 将美国社会重置 这个将美国社会重置的方式 就是将资本主义体制里面的 美国社会所相信的一些东西 已经要打破了 去到今时今日 美国体制是不行的了 这个是附和着 习近平提出的东升西降论述的认知作战 在美国 The Great Reset 于是我们需要更高的收入保障 全民的医疗福利 这个体验是什么呢? 就是在纽约国会议员AOC 这个西班牙裔的国会议员 Alexandria Octavia Cosi AOC 简称 就是叫做进步派 民主党的极左派 他属于民主党 拜登同一个阵营 但是呢 他们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主张 最好石化车不要用 禁着所有的石化企业 不准卖石油 然后全民保健 我不知道钱从何来 当然 也都要对中共有善 因为他们投号敌人是美国资本主义 不是中共 于是 这些就是成为中国大陆 在美国宣传的大外宣的B队 你以为他只是教环球电视网 当然不是 那这些B队什么时候会有用呢 平时没有事没有干就没有事 特别去到你 很简单 去到TikTok问题出现的时候 这些在背后 有中共的Funding支持的团体 或者有一种所谓的 意识形态亲近性 这个所谓Great Reset 一模一样 因为他们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中共的想法 所谓统一战线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 如果你的敌人是攻击 美国的民主与资本主义体制的话 你就是我的朋友 于是等于当日 你不要紧要 你不是共产党员 不要紧要 你只要是帮手 去攻击国民党腐败的 和国民党贪污的 你就是我共产党的友人 叫做United Front 叫做加入政协 甚至叫做一些当时的 多党合作制下的中国民主党派 但是他去到反右运动的时候 他就一清理袋 然后拿着你的政党 然后奪了你的舍 然后由共产党派人进去 你看张仪和所写的往事 《明不如烟》 就是这个故事 统一战线总会收皮 謝偉俊就是统一战线 謝偉俊就会收皮 这就是共产党的所谓 没有底线的战略 好了 在美国 他未必是直接 是中国共产党的分支 但是他们意识形态上 都有共同的敌人 就是美国的民主体制 于是 这些人 就成为中共的同路人 去到关键时刻 他们会抵抗中共 包括在TikTok问题上 在我刚才说的纽约的民主党进步派 里面的极左势力 四人帮 四个女人 AOC为代表 如果在纽约的观众 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好像是Bronze和王后区 他的选区 他公然为TikTok辩护 第一次周寿芝上去国会 停证 这个就是AOC的TikTok币 我上去看TikTok的截图 他第一条片在TikTok里开了币 之后 就是第一次TikTok的CEO周寿芝 就是这位女士 大家认清楚 这个民主党的极左势力 民主党里面的极左势力 就是支持TikTok的了 认为 这个美国是没有证据 因为这样禁住社交媒体 就是不对的 美国也没有证据 证明 这个TikTok是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 他里面质疑 他有说的 你上去看就知道了 你打这个AOC in the house 他的币叫做TikTok AOC in the house TikTok的CEO被批评为 对监控和美国国家安全有威胁 他知道的 但是他说没有这个证据 他说没有证据 好了 然后Fox News 还有一个揭发 这个AOC 在帮这个TikTok 说完这个 开帐帐 或者TikTok 现在拜登也开了 对了 说完之后 是收到来自ByteDance ByteDance 就是这个 美国TikTok的母公司 的一笔政治捐款 一笔政治捐款 他对于TikTok背后 中共控制 而这些数据出现 安全问题 视而不见 但跟着 他这个 Hispanic Caucus Foundation Hispanic Caucus 就是这个 我想就是西班牙裔的 国会议员的党团 Caucus 就是这个基金会 收到BiteDance 15万美元捐款 而TikTok的游说者 就坐在 Hispanic Caucus Foundation 的董事会里面 那你说 除了这个AOC 出来帮TikTok Defend之外 大家看看TikTok的背景 你会知道 Donald Trump 提出 对付TikTok 当时来说 又已经如箭在言 由White House提出 行政当局不是国会 就是要求TikTok出售 你记不记得 有一个方案 究竟出售给甲骨文 还是Microsoft 那时候已经说到 差不多像层层了 但是去到拜登一上场 就离开了 整个对TikTok的压力就没有了 取消了 离开了 因为Donald Trump 选不了之后 拜登上场就不再追求这件事 直到现在 是由国会提出的 现在不是 最近上周四的一个 是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务委员会 以50比0的传票方式通过提案 要求中国的Bitdance 在165天之内 将TikTok应用程式剥离 分家 如果不是 就会禁止TikTok 在各大应用程式的商店上架 即是说 无论是苹果手机 iPhone的iOS Operation System 和Android的系统 都不准有TikTok 上架 即是禁TikTok 大家没办法 再用手机捉到它 这个就是 Donald Trump之后 由国会开始 今次不是White House 是由国会开始 一次对TikTok的控制 提案 由众议院中美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 星期二提出 然后跟着美国众议院能源及商务委员会 再表决支持 而提出的就是共和党籍的委员会主席 而民主党的克里希勒莫西也是支持 两党共识 提案就是要求 如果在限期里面 没有办法 将两家公司分开的话 苹果 Google Android 所有应用程式 都不能够合法 为TikTok网络提供托管服务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委员会在投票之前 是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 听取 就是一个关于TikTok 中国所有权引发 美国国家安全担忧的一个briefing 一个简报 由相关部门作出的简报 国家安全部门 听完之后就作出这个决定 委员会民主党高级代表 表示 Bike Dance如果能够脱离TikTok业务之后 美国民众就不会有被他的国家竞争对手操控的风险 委员会会在3月11日 就提案再进行一次表决 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卡利斯洋言投票 是将会迫使TikTok切断和中国的关系 TikTok已经面临第二次的 这个 这个 在美国 的 这个 拉人 不是拉人 是封艇 但是今次过不过到呢? 究竟拜登会不会执行呢? 拭目以待 为什么呢? 因为Bike Dance在美国有超过40人的游说团 是拼请了庞大的美国游说团 去游说国会和白宫 而这些游说团 我根据这本书 所总结出来 TikTok在美国的游说团 是包括什么呢? 大部分 都是属于美国国会里面两党的重要人物 曾经参与过他们的 包括奥巴马年代的竞选 拜登的竞选 和川普的竞选活动 而在Bike Dance背后的投资者 包括红颤资本等等 KKR Cairo Groups 控制10%的Bike Dance 背后 都是和两党 包括和民主党的关系相当密切 包括红颤资本 即是说Bike Dance有美国的基金在背后 而这些基金在Bike Dance背后 也是一直在推动TikTok进入美国市场 而这些 红颤资本也是民主党的金主 于是你就会明白 在美国处理TikTok的问题 是多么困难 那你说他们是否知道TikTok是一个国安威胁呢? 没理由不知道 很多人以为 因为社交媒体本身 有一个上眼 只要TikTok能够控制着 一亿多美国年轻人的取向 他们就可以影响到 所谓的Gen Z 这个Z世代的取态 他要谷那些派 因为他用演算法去派 TikTok的分别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是Facebook 你可以通过你自己主动去订阅别人的东西 然后他用一个News Feed的方式给你 如果他更新了之后 你还可以主动选择权 还在受众 即是自己那里 在一个人手上 TikTok是什么呢? 他用演算法派给你 而TikTok的演算法 它利害到一个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和你所看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 他可以完全为个别的人量身定做 去推一些片给你 他知道不断地喂食 我就说很简单 他知道我喜欢打拳的话 他会不断喂泰拳片给我 是吗? 他说我看看 原来这个One Championship 又有比赛吗? 原来这个是泰拳冠军 坦克车 对这个 踢腿王 我就看了 不知不觉间 你所谓的一种上引行为 TikTok 它上引不是纯粹 TikTok不在于它的App 在美国那麽简单 或者它的数据安全 而是它的演算法 它的演算法 TikTok大量的数据演算法 是协助中国发展大数据分析 和 是发展中国的AI 因为AI是需要大量的数据分析 但是中共怎样拿到全世界的数据 主要是美国 TikTok那麽多的消费者 怎样拿到这些数据呢? 好了 他说这些数据 储存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所以中国拿不到这个骗人 大佬 你的伺服器放在内华达州又如何? 如果它有权限的话 在北京那人 国家安全部门 因为根据中国的数据安全法 国家要你开门 你就要开门 是没有人可以说No 你Bite Dance里面的人 于是 亦都揭发出 美国的媒体揭发出 就是来自中国的管理层 是可以access 美国这些informations 这些数据 于是就成为 中共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基础 这个才是真正的国安威胁 和中共拿来发展AI 就是这个Bite Dance的演算法 是中共发展AI 和他们所谓做这个 认知作战的Mapping 很简单 如果我要今次大选 我希望谁赢 我想swing那些年轻选民的时候 难道你真的 很多人以为很低能 整个鬼 account 这个鬼 account 背后 其实是中共的国安部 不过她就变成MerryBetty 一个鬼妹的一个鬼 account 然后杀放 比如她想拜登的人 她就发放Donald Trump那些 那些糟糕 当然不会 怎会这么低能 她会很迂回 比如很简单 她知道Taylor Swift是反Donald Trump 她就会不断用演算法 去将Taylor Swift的片 推给你 这个就是所谓认知作战 不是这么粗暴野蛮 简单的 中共环球电视网 中央电视台 就是粗暴野蛮 就是硬咬 那些政治宣传 好像北韩一样 是没有人看的 但是 这种通过Taylor 去manipulate你的认知 其实很多的 Cambridge Analytica 当年搞到Facebook 一获足 因为当年Cambridge Analytica 就是在英国脱欧里面 去利用这些大数据 去进行认知作战的一个工具 现在在Facebook禁止了 但是Taylor 为什么 Facebook这么多限制 而TikTok可以没有限制 这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在Facebook里面 限制的东西 在TikTok里面 是没有染鸡笼的呢 对不对 这个是不合理的 第二个问题 要什么防止呢 这是中共发展的企业 可以在美国这样做事 那倒转 Elon Musk控制的X 还有Instagram等等 Facebook下面的社交媒体 可不可以像TikTok那样在大陆上架 无限制上架 北京审查上架 如果你说可以 我就反对美国政府 或者国会这样对付TikTok 但是如果根本上 他自己不开放给你 然后要你开放给他 这个就等于 为什么Shi-in 可以这么急速扩展 你任何国家要做 Fast Fashion Online的生意 你都比不上Shi-in 为什么 因为根本就是不公平竞争 不是因为他利用到广东省的廉价的 这些时装生产的山寨厂 这么简单 而是在那个万国游盟里面 那个游记成本 由中国大陆自称为发展中国家 他们的游费是远低于 由美国寄出去其他国家的 其实要补贴他们的 还有就是某个数限下面的 商品入口是不可以打碎的在美国 法例规定 于是你会看到Tin Wu背后 究竟有没有中共的国家队在背后补贴 现在什么?免游费嘛 在加拿大擴展得很快的 Tin Wu一模一样 和Shin的速度扩展是一样的快 成为头五名下载的应用程式 在北美洲 头五名下载的应用程式 好了 他打倒了你自己的零售业 打倒了你 很简单的 你现在在加拿大 我那天去买咖啡 没有排队在Tin Horton 我看见一个打扮好像建筑工人 穿着一件军装 穿着一件军装的衣服 好像军装 里面有毛 聊天 有些套户 他又说 你这件衣服这么好的? 他说是呀 我在Tin Wu买的 他说很便宜 二十多元 我也想不到 里面又有军装 只不过是买二十多元 加币 百多元 港币 你想想 去到已经这么深入民心了 最重要是因为他免邮费 他免邮费的话 他有部分商品的仓 放在加拿大 可能在Sherry等等 但同时有些商品是不是的 是在中国寄出来 于是我就说 他也是在用这个策略 是所谓的 利用现在 在商贸体制里面 对于中共有利的地方 去蚕食整个市场 等于现在电车 Toyota也说电车不做了 我们占的市场 战略率太小 但是中共就不断 国家补贴 对出来 给亚迪等等 还有大量的小鹏等等 廉价的电动车生产 倾销全世界 你说背后有没有战略考虑 当然是有 就等于Bitance一样 怎样可能示弱无睹 美国的国会议员本身 我就说 为什么美国的权贵 对于Bitance TikTok的影响 示弱无睹 如果根据美国的法例 叫做FARA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就是赵锦铭 在几年前提出的私人条例重案 其实是参考了美国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是要求 如果你是代理外国政府游说 和发表意见 你要做一个申报 申报 不需要任何人批准 你要告诉别人 我这个电视台 或者电台 虽然是加拿大批准的 发牌的电台 但是我的广告里面 有很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 你要申报 这个FARA 详细申报他们的游说活动资料 但是在TikTok的游说团里面 是没有人按照外国人登记法 去申报他们的游说活动 为什么? 为什么拜登政府对此示弱无盗 是不是? 美国有的 有参议员的 提出过的 Marshall Blackburn 就是田立西州的参议员 就是说 为什么TikTok 不按照这个FARA 外国人 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去申报他们 在白宫的游说活动 和在国会的游说活动呢? 原来发现 奥巴马年代的高级顾问 David Ploffel 就是协助周寿之 就是上去美国国会答辩那位 串嘴的波仔 就是和国会议员 拉关系的 是来自奥巴马的高级顾问 2020年 拜登竞选的数码平台宣传负责人 Visual De Sawa 就是仇聘于TikTok 处理什么呢? 处理Global General Program 全球事务经理 请了他进去 2022年 Bike Dance并请超过40名岁客 当中超过40名岁客 只有4个人没有在政府工作经验 至少两个人 是以前的国会议员 两个是参议院 两个是众议院 包括什么? 包括在这个参议院里领袖 舒默的前贸易顾问 Stacey Ettinger 都是TikTok的税客 还有 前国会议长Kelvin McCarthy 和Nancy Pelosi的幕僚 都是TikTok的税客 还有 前美国副总统Al Gore 高级幕僚 布殊内阁助理商务部长 都是TikTok的税客 最有效的游说者David Urban 2016年 Donald Trump 在宾夕凡尼亚州选举核心 一度胜传Donald Trump委任他做白宫幕僚长 之后 David Urban 一直为有中国背景的可疑公司做游说工作 包括 曾经被美国制裁的ZTE 就是中兴被指控和伊朗和北韩违反美国制裁 和伊朗和北韩从事交易的中兴集团 都是David Urban做游说 而David Urban就是今天TikTok游说团的一份子 总之有杀错没有放过 和我请他 就是这么简单 老子有的是钱 是吧 2022年国会中期选举 民主党和TikTok里面的Influencer 有影响力的TikTok网红 举行会议 然后如何进行Political mapping 如何进行这个选举动员 是和TikTok里面的网红开会的 以TikTok影响GenC的选民投票取向 所以为什么拜登要开TikTok呢? 一方面你说TikTok有国安威胁 但问题是你美国总统都开TikTok TikTok这是什么行为? 我觉得它未必是收受利益 很明显就是为了接近美国 现在大量使用 你现在进退良难 为什么?TikTok正在发起 就是打电话给国会议员行动 是可以串到这样的 打电话给国会议员打爆他们的电话 阻止他们禁止TikTok 很多人真的打去 瘫痪了美国国会公开的电话网络 是公开对着干了 已经是 好了 它用你民主自由开放体制 西方社会这方面来颠覆你 你既落习有困难 不落习也有问题 这个就是所谓当日颠覆 国民党政权的手法 为什么呢? 因为它混习在平民里面 等于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 混习在平民里面 你开枪射他们 就等于北越一样 为什么呢? 美来村大屠杀 令到美军失去了任何道德上的支持 和他们每一次在阿富汗伊拉克 所面对的问题是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些路边炸弹 穿着罩袍的女人 你根本分辨不到它是平民还是恐怖分子 你看美国很多电影 American Sniper等等 讲的追击手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追击手 开枪还是不开枪? 那个小孩其实穿着炸弹背心 他用小孩去做炸弹背心 好了 你开枪 原来死了之后发觉那件炸弹背心是假的 他就设置你了 那你说有没有人这么混蛋? 有啊 哈马斯就是了 如果不然怎么可能在加沙医院下面 去做挖地道? 但是当你以色列一轰炸加沙医院 你就是全世界的道德显摘 包括显摘你那些人 即是美国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 背后 也是有中共的手指毛在背后 即是说 由加沙医院被轰炸 哈马斯在加沙医院下面建立 然后到美国舆论里面 通过这些TikTok短片 显示这个加沙小孩如何被炸死的过程 再加上街游行支持巴勒斯坦的组织 为什么在以哈冲突里面 整个西方社会的年轻人全部支持巴勒斯坦 可以这么说 我在伦敦当日目测 出来游行的年轻人 大部分不只是有色人种 不是中东裔 不是其他族裔 白人年轻人很多 特别是女士 为什么 这就是TikTok这类的社交媒体的影响 我不用跟你说得多 我只是传那段影片已经够了 然后到幕后组织的暴力团体 包括奔大卫星在犹太区 奔大卫星恐吓犹太裔的小孩等等 这些极端行为 全部都是一个认知作战的一部分 但是你没有办法分得出 为什么呢 等于香港所谓捉鬼问题一样 有没有鬼呢 你看华叔 自己亲口都说过 教协里面有鬼 教协里面有人亲口向华叔承认我是中共的间谍 是渗透教协的 支联会里面有 民主党里面有 到今天叶国华仍然是一个活跃于香港 帮中共进行渗透工作的人 叶国华 你想想他的手指毛 由汇点文协 一直到现在的组织团体 都有他的手指毛在 大哥 几十年做那样东西 你够他做吗 我觉得 但是 当你 去捉 你不捉 他就在做东西了 你捉 就鬼影童和内部分裂 美国社会就是这样 跟香港是一样的 跟国民党蒋介石当年问题一样 好了 你动手 文一多被杀 哇 全国 谴责 是吧 谴责里面有左联的人出来 鼓动风潜 也有一些真心的文学青年相信 怎么会这样去对付文一多 邪恶万恶的蒋介石政权 蒋介石失去民心就是这些事情 于是他去到台湾之后 绝不姑息 台湾的白色恐怖统治 这么多年 当然对台湾的人 知识分子好 台湾的反对运动好 是心痛护绝 对蒋介石 蒋氏父子 但是蒋介石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承 就是这个原因 他就是因为中共这种认知作战 而失去中国大陆的政权 这个认知作战不单止在中国大陆 甚至在美国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 为什么美国都不援助蒋介石 直到宋美龄去美国国会发表演说 去扭转这个局面 原因就是因为 由宋庆龄安排的斯洛 中国的西行万计 在整个西方世界里面有大量的影响力 包括美国的左胶 美国共产党等等这些人 包括有加拿大的白球因医生 去协助中共进行这个大外宣 所以那套东西不是今天才出现的 这本书里面 我就说 他应该再写多一个 chapter 就是当日共产党第一个应用这个手法 是打垮的 不是美国 是国民党政权 就是这套东西 现在在香港全力施行的也是同一套东西 但是香港人真是很厉害 抵挡了多少年 中共滲透民主派是多少年 八十年代的论政团体 推动民主回归的时候 幕后就是叶国华的手指毛 会怎样 民协 一路正正是因为有司徒华这些人在 于是就用坚逼清野的方式 能愿你说我独裁 当日被人骂 司徒老鬼 是吧 一路严格控制着支联会 为什么 是因为他在左派系统出来 他知道只要稍一不辰 整个支联会教协 全会被他颠覆 即公盟 如果支联会教协即公盟一死 整个香港公民社会瓦解 于是你就看到今天发生的事情 他都没办法在内部滲透他们 于是唯有强硬来 强硬来 用国安法二十三条 一下子弄破了你们 就是因为香港人那种抵抗 多少年了 你想想支联会 三十多年了 1989年到现在 我们当时是学生 是目睹这三四十年 长期抗战 何止抗战二十年 是抗战三十多年 中共都没办法 直到19年 劳沟桥事变出现 你不够激 我帮你整激 所以我就说街头的暴力冲突里面 破坏地铁的行为里面 有哪些是示威者做 有哪些是中共 放在这里的人做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吗? 激起香港运动里面 最激化的就是 现在 在审判林卓廷的721事件 721事件是直接激化整个反送中运动 本来 大家都知道双普选是说的 最主要是希望 特区政府当时仍然对林郑月外有期望 是调查警暴的问题 一直焦点都是警暴问题 但是当它全面恶化是721 721之后就不能挽回 因为香港人的愤怒 是令到全部蔓延 街头冲突 是721 哪一个人组织白衣人上街的人 幕后的政治势力就是 这个劳沟桥事变的远空 你看到其中有一位 上诉希望上庭说的就是 我们帮政府做事 立即被我观禁止 城寨新闻也报道过 我上庭的目的 我不是为了脱身 我只不过要 我在庭上说出我的看法 这一位仁兄 这一位仁兄 于是你根本分不了 有真心的暴力示威者 觉得暴力才可以打破这个警暴 当时有一种复仇的心态 在721之后 同时 也有中共的渗透 在里面 于是它在部署的 就是将矛盾激化 激化到一个地步 变成外国势力 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香港特别人政区的颜色革命 于是往后的行动 全部可以雷厉风行 一个所谓的一涌而上 用全方位进击的方式 现在香港就是 一个全方位进击的方式 一波又一波又一波 你以为19年那波完吗 它整个国安法 国安法那一刻你以为完 国安法实施了四年之后 它整个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之后 有没有运动出现 一定会有 叫做打击远对抗运动 没有了他口中所谓的黑暴 就有远对抗 没有远对抗有什么 外国势力 他们就是一波又一波地做 直到清洗台障为止 就开始对付自己内部的人 包括曾玉成、謝伟俊等 是不会停的 香港墮入这个深渊 也没有办法服上 因为它的政治运动 是不会结束的 大陆自己都玩了三十年 香港玩了四年 怎么可能这么快停 所以这一套方法 既用过在南京时代对付蒋介石 也正在应用在香港 也正在应用在美国 我说TikTok这个问题 美国潮野里面 有相当的精英 在收受Bike Dance游说团的利益 但是美国竟然 在外国人代理法里面 为什么不要求TikTok的游说活动 按照外国代理人法要求 巨细无为 向美国当局申报呢 这才是关键 什么时候禁止 我觉得不重要 第一件事是要求所有 在美国现在收紧Bike Dance钱的人 如果你不起这些钉 就等于加拿大Winnipeg的实验室一样 我不需要在美国摄取科技 我在加拿大都搞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实验室 是跟美国的P4实验室合作的 于是加拿大成为中共滲透的The weakest link 我墨西哥不进口 我就从温哥华进去 我再推动自由党政府 推行毒品有善政策 所谓Harm Reduction政策 容许BC省容许2.5g分泰尼 拥有分泰尼非刑示范 2.5gOD死了 为什么这么荒谬的政策可以出台? 哦!那些人死一个都嫌多 他就用这种人道主义理由 死一个都嫌多就什么都可以做了吗? 那车祸呢? 车祸一天死的人多过OD 是不是? 那是不是全部 要将司机驾驶的法则全部提高 甚至判他们终身监禁去阻止车祸? 是不是? 我们所谓的所谓是否合不符比例 公共资源是否这样用? 公共政策里面的讨论不是道德讨论 道德只是其中一个考虑 还有Cost Effectiveness 这些讨论呢? 有没有成本有没有效益等等 完全不需要理 所以你就看到了 究竟是不是有一个mastermind 很多人听完我说这两集 总会有一个质疑 有没有一个mastermind 在背后策动这个超限战 好像普京的所谓 当年入侵克里米亚的 匹里姆林功夫衣主教 苏尔科夫一样 那中共是谁呢? 会不会是王沪宁呢? 我觉得不需要 是中共的体制本身 实际上 我刚才说 由30年代 施城列宁 发展出来的这些白区里面的滲透 滲沙子挖长脚 打进去拉出来 你熟读的党史就知道了 无论哪个领导人上场都好 这套手法都懂得用 是一个组织的文化和战略 是一个机构的文化和战略 即是说 有些组织没有了拉登 他就没办法用 因为拉登的主意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那些都是步兵 但是中共不是 很简单 当他知道石家庄输出分泰尼的原材料 去墨西哥和加拿大 他知道 但当这个问题上升到公安局 省公安局的时候 石家庄市公安局再上报省公安局 河北省公安局 他有一条线就是去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时候 国家安全部门就会指示 这个省公安局 再指示下面的市公安局 不用理 不用理这件事 市公安局知道什么原因 总之上面有一个组织纪律 共产党就是说不需要你的这些东西 那就继续卖 就是这么简单 你说他是不是特意叫这间公司去生产分泰尼 指定输去Signalola的Cartel 墨西哥的港口呢? 不是 其实那些东西是自动会走的 包括刚才的Clock Switch Auto Gear 将美国的枪械完全自动化 他是不是有一个Mastermind叫做王沪宁 想出来叫深圳这间工厂去生产这些东西呢? 不是 他源于可能是什么呢? 是自己发生的 自己发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美国 法国这个 原本Clock生产的 这个器材 是要登记的 买的时候 要去川普买的 要有serial number 那个部分也要 于是他就回去找大陆的厂 你帮他照做一个 那大陆的 现在的工业生产水平是做得到的 于是他就生产一个仿制品 很简单的 比如很简单的 你看到一些很niche的名牌 为什么在淘宝里面都有呢? 它又不是大牌子 又没有在中国有代理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 这个牌子本身的产品 是在中国生产的 很简单的 我自己喜欢在加拿大去露营 有一个牌子在日本很流行的 在Shibuya都有专门店 Snow Peak Snow Peak 这个日本牌子 你不信我们上去淘宝打Snow Peak 你看 现在Snow Peak的产品 这两年来泛滥的程度 真的很恐怖 以前Snow Peak的水壶 大家知道它很贵 就是茶煲那些 现在跌到几十元 那你说它怎么会知道呢? 大陆人 可能Snow Peak的产品本身 是委托一个大陆的生产商生产 于是经过两年的时间 就全国泛滥了 已经是仿制品 全国泛滥 所以这个clock的设计 我觉得 它不是说王滬宁指挥 深圳去生产 而是本身自然形成了 这个仿制clock的 switch 但是 当美国的黑帮一直大规模生产 美国 会不会 政府会向中共投诉呢? 当然是有 因为19年在加州长滩港 Long Beach Port 破获大量的这些公司 是新闻 好 问题是当中共知道它是否要行动 它背后有一个政治考虑 这就是所谓 将中美之间的这些贸易武器化的方法 所以它发展出一套说辞 喂 芬太利? 这个就是制造止痛药的原材料 它扮傻 它扮懵 不是你们自己需要这些止痛药吗? 我们运这些原材料给你做止痛药 它知不知道原材料去了墨西哥 它当然知道 于是 它就扮懵扮傻 背后 就是共产党的一个体制本身 包括TikTok 它知不知道 美国会对它有国安威胁 当然有 如果不是怎么会请美国 对政府最有影响力的人 帮Bike Dance做游说 对 是不是? 还有 它可以在TikTok后面开个back door 如取如返拿数据资料 这个常识罢 你的TCL电视机也可以 你的小米的电视机也可以 那为什么TikTok不行? 是不是?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你明白吗? 他不相信 没有一个mastermind做得到 我就说 你要明白这个不是mastermind 对中共的认知作战 对美国的认知作战 这个是举国体制 是举国体制 他们一早已经有 他们在香港应用 应用不了 为什么? 因为香港是一个庞大的公民社会 和香港人文字已开 于是 你看到 他这么多年渗透都渗透不了 于是一眼撕破面 将一国两制的遮收布拿走 硬来 霸王硬上攻 现在就是霸王硬上攻当中 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么愤怒 和痛苦 就是这个原因 但是这一套认知作战 如果是举国体制 那你怎么防呢? 包括一个在CALTEX和MIT读着PhD的人 你过境盘问他 你会杀错 为什么? 因为十个里面有两个 你抽了五个出来盘问 其他那三个 就是无辜就在那里哭了 就在那里点了 然后中共的宣传部门 就利用这三个来去指责美国 去阻碍正常的学术交流 于是美国的大学 就会帮这些学生出头了 所以我就说这一套制度 你怎么脱离也没用 因为你根本 就重返了蒋介石的问题 就是你一射杀平民百姓 就等于加沙哈马斯的地下医院 是哈马斯的地下作战的通道 和他们的指挥部 一模一样 当年解放战争 我认识的长辈 退守海南岛 国民党的军队 沼共的司令部 最后退守海南岛 海南岛里面 当共军要冲锋的时候 他是用小孩子冲锋 国民党的守军在机枪陣地里面 是打到不愿意再射下去 因为冲锋那些是小孩子 于是就扔下机枪投降 那你说什么人可以用小孩子冲锋? 哈马斯买 中共在内战的时候 在长春围城战里面 你看解放军曾经出版的 解放军军女文学家 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雪白血红》 一本几十文学 最后禁止了 这本书 在九十年代我卖得到的 《雪白血红》 讲当年的林彪围困长春 不攻不退 不出不入 是这样来不让烂民出来的 为什么? 因为他要烂民留在城里面 吃光国民党的粮食 你说这是中共发展出来的作战方式? 不是 中国历次内战的流扣都是这种方法 所以你说究竟是共产党扑街 还是中国文化里面的扑街? 在太平天国 曾国全包围天津、南京保卫战里面 曾国全的手法一模一样 是围困着整个南京 包括李鸿章打苏州也是一样 苏州拿下之后全面屠杀苏州投降的太平军 你说是不是DNA我真的不知道 有观众说是不是民族的DNA 有时候我做星期日的节目 我都说我根本分不清 究竟共产党这些evilness 是来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传统 还是来自马列母 甚至是列宁的思想 或者两者结合之后 产生出新的变种病毒 这个更大的可能性 是两种结合之后产生生的病毒 其实一棍到底 就是没有底线 当一个政权做任何的事都没有底线的时候 你对着他很困难 他可以内战的时候用平民冲锋 可以是打长春的时候 这样去压生饿死的人 你说纳粹德国当年包围列宁格纳 今天圣彼得堡就是这样 你去圣彼得堡看看 他有很大型的雕塑群里面的维国战争里面 当日我在圣彼得堡看的壁画 那个雕塑 是惨无人道 希特拉 但是那个是希特拉对红军 是纳粹德国对红军 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 但是中国人的无人性 可以用在自己人身上 我就是讲太平天国的内战 你看过一本书叫做《太平天国之秋》 我推荐大家看 是鬼佬写的太平天国战争的历史 叫做《太平天国之秋》 就是讲出这个人类历史上 最残酷的内战 是死人最多的内战如何打力 我们不会讲的 一不带过就算了 还有曾剃头还是英雄 曾国范 曾国全兄弟 怎样屠城 怎样奸淫努力 于是我们的所有观念都错了 我们以为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 为了超英赶美这个百年马拉松 因为当年他们八国联军这样对付我 我们今天就可以justify 用这些手法对付他们 于是他的前提一定要有这个 雪恥复仇的民族主义在背后 如果不是一个正常的科学家 你怎样会背叛你栽培的加拿大政府 你不要猜猜 休果香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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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就是这样说服自己 因为当日你们西方怎么欺凌我 于是我们今天就可以用尽这些超限战的手法 去打散你这个民主体制 香港人是不接受这一套 他现在逼香港人接受 你们曾经被英国人屈辱 他最受不了香港人是 我们没有谴责英国殖民主义 我们甚至感激英国的总督 到现在彭定康总督 仍然为了在香港出生的人 能够得到BNO平权而奔走 他需要理你 如果他是殖民主义的话 香港人有没有给钱彭定康 有没有请他 永远都没有办法比较的 我告诉你 他正正是因为香港人仍然有人性 不仅仅是党性 但是在中国大陆里面 他们自己洗脑了几十年的人 是1949年之后成长的人 今天你看看是多少岁 是经历过反右大约将文化大革命 仍然不知悔改的人 有何其多 文革那一代 今天已经六十多七十岁 已经是 于是整个国家 就是因为当日你欺凌过我 今天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去对付你 而国民本身 是支持一些这么evil的政权 这个才是 大家觉得匪夷所思 于是一个无端端的华僑 为什么可以成为 颠覆美国社会的一个间谍 或者一个 去涉取他们Google的科技工程师 最近又爆出一宗 防不升防就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你针对他 他就会用反华 亚裔歧视来攻击你 于是其他本来中立的人 就觉得自己受到歧视 而站在共产党那边 这是难对付的 我告诉你 等于捉柜一样 是难对付的 因为你会杀死无故 等于轰炸加沙医院一样 你会杀死无故 所以当日我就预言 这个 以色列是面对一场很困难的战争 为什么? 当你认识哈马斯的战法 认识共产党的手法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这场战争是很艰难 因为你会失去道德力量 如果你没有一种很坚定的决心 你只是重视你的道德形象 例如美国的民主党人奥巴马这类 AOC这类 一定输给共产党 很多人在我的观众里面 都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为什么? 在拜登和Donald Trump的问题里面 我觉得Donald Trump 是有能力去应付的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Donald Trump是一个 商人的性格 他不是很重视自己的道德形象 他甚至 以被人批评道德这件事 你觉得很过瘾 是这种人的性格 你才没有办法触摸到他 而中共是没有办法把握到他 他真的不知道他是哪一番 但是拜登这种人 除了老狐狸、老练的政客之外 他重视自己的道德形象 任何民主党人 波洛西也好 你台前做 如何支持台湾也好 但是如果在中共 在美国社会的滲透里面 美国两党的精英 其实已经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你是要唯一的方法是什么? 是通过自己的民主体制 去令到自己的民众 形成一种共识 包括两党的政治家 形成一种共识 是要对付这种举国体制的 对美国的滲透 以中共举国体制 对美国的滲透 所以我就说 华侨 你说他是不是中国间谍呢? 他真的没有收过中共的钱 加拿大有很多这种华侨 但是他真心相信你欺负过我 我现在这样对付你就对了 他就成为中共的企 中共就善于什么呢? 在幕后manipulate 用united funds 用统一战线的方式 很灵活去identify 他的合作者是什么 他的同谋者是什么 如何拉拢敌人的敌人 成为我的朋友 在香港应用过 在美国应用过 在全世界 在加拿大 全部都应用着 到现在 习近平已经撕开了面皮 而美国人都看不到的话 你就看看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香港就是 在世界上清清楚楚 暴露出 当中共的认知作战 超过五六十年都没办法成功 很多人贬低香港人 讲诸讲诸 我不是这么看 我说如果 一个新加坡的朋友跟我说 他说如果新加坡面对中共 一早掩盖牌 香港顶了多久 我告诉你 最后逼到他 撕破一国两制 这个遮授报的 就是香港人 就是香港人 是最终逼到他 硬来 而暴露于人前 将中美在香港的共识 彻底撕毁 香港将会牺牲 但也警醒了全世界 如果你和中共共谋利益的话 他今天给你利益 明天你都拿回 你看中共 由三零年代到大跃进 由当初打土豪分田地 土改 争取农民支持革命 结果农民认为自己分田地 共产党好赢 然后立即推行合作法 由生产队 生产大队到公社 短短五年之间 将农民在土改分田的土地 拿回了 然后你耕作出来的农产品 上缴给共产党 共产党控制了一齐 你还有自由可言吗 你唯有跪在这 是吧 他夹了命 他拿了政权 然后他用十年时间 将他分给你的土地 拿回了 这个就是他 你可以说他聪明 可以说他聪明 也可以说中国人愚蠢 中共 你美国的企业 在中国找到利益 你看Elon Musk 他将会还光 Tesla 我说的 这个不是预言 这个是事实 为什么 中国廉价电动车轻销 我当天说养套杀 现在到了杀的阶段 为什么 因为你将上海 成为你的生产基地 于是你整个供应链 就放在中国大陆上海厂的供应链 上海厂成为你主要的产能所在 一年九十几万架车 这个 这样的产能 你自然需要的零部件等等 全部都就地采贴 你不会由欧洲运过去 不会由美国运过去 你带动了整个电动车供应链的产业 成为一个规模 因为Tesla 如果不是他建不了 Tesla带了个头之后 这些供应链同时供应 那些零部件 给小鹏汽车 给比亚迪汽车 然后他用一半价钱 咳你 你卖25万我卖10万 10万以下都有在大陆电动车 于是你在中国大陆的市场 慢慢慢慢 占的份额越来越低 现在比亚迪进军全世界 打垮你在外国的市场 仰吐杀我们亲眼目睹的 你不是股价升到二百多元 你现在看看Tesla股价是多少钱 最终最终 连Elon Musk这么精明的人 他以为我比你共产党 你能得到我 结果 连Tesla都会消灭于共产党手上 他全取得 等于中国农民土改一样 他最终全取得你 香港曾经在中国大陆 赚到这么多钱 又如何 他一旦全取得你 我现在把功能给新加坡好过 你有没有想到他那么贱 他没有底线 他对你香港人有感情吗 他真的没有底线 帮到我便可以 波佬也好 印尼也好 甚至你帮到我日本人都可以 有什么所谓 毛泽东便多谢皇军 他有民族主义 他的民族主义是假的 只有帮到他的东西才是真的 香港人有没有底线 有没有道德 有没有道德 所以我们面对共产党 是不够他玩的 是不够他玩的 还有香港人这边 也有很多是为了利益而去拿共的人 美国也是 所以他的优势在于什么 他的举国体制 他海外的华人网络 还有利益 如果西方社会 没有香港这件事 没有川普 基本上还在睡觉 我告诉你 还在自我说服 人畜无害的中共 只在赚钱的一帮贪官 其实中共的真身是谁 就是廖山明先生设计的《宇宙大王》 今集 超限战咒 完了 希望大家今天讲了很长 在现场的观众 多谢大家看星期六 还在直播看到这么多 有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松的一面 大家可以 连习一下自己的思考 将看到的新闻 将它连结 开始慢慢会看到一个大画面 一个大的画面 正如我所说的 记者本身 当然有他的政治取向背景 他和班农是有关系的 他所服务的机构 班农有份创立 但是已经离开了 也不影响到他写的内容 我就说 我们去看一本书也不是尽信 我们既不是侵粉也不是拜粉 也不是任何人的粉 千万不要做粉 做粉的话就是变成狗材 什么粉也不是 信自己的独立思考 和信自己的理性 这是香港人一直走到现在 迫到中共发癫的原因 好了 星期一 也有老脚茶餐厅 最近有一宗新闻 很爆炸的 就是一些一级谋杀 竟然放在中度设防监狱 还要几个杀人犯走在一起 像同学会那样 这个现象 只会在加拿大才发生 也会说城寨Stand up 否则在中共1949年之后 所建立的 上一集我们说过这个华侨 所谓中共的桥墓 你慢慢将上一集和今集所说的东西 一起阅读 看三个小时 你就会知道 很多东西的深度来龙去墨 今个星期日也有城寨Stand up 跟大家见面 今天城寨特备节目 超限战下集 就到此为止 一会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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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